哈佛H9,三菱帕杰罗,丰田海拉克斯,大众图王,雪地爬坡终极测试 前两期视频,这几款车型都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的这个雪坡,难度再次升级 谁将在最终胜出,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个出厂的是,哈佛H9作为一款纯正的硬派越野车型 搭载了一台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252马力,峰值扭矩355牛米,匹配8AT变速箱 虽然发动机数据很强,但是面对如此难度的雪坡 并没有前两次测试时表现得那么轻松 不过在尝试了三次之后,终于成功到达了坡底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丰田海拉克斯皮卡 不过好像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只能退到坡底,再次尝试 但是情况依然不乐观,到达半坡位置的时候 轮胎打滑无法继续前进 而在前面两个坡道的测试中,这辆皮卡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都是一次就通过了测试 然而,面对这个难度最大的雪坡 在数次尝试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大众图王的表现又会如何 它是参加测试的几款车型中 发动机数据最强的车型 2.5升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299匹 峰值扭矩500牛米 在前面的两个难度较低的测试中表现就不理想 面对这个终极难度的雪坡 在数次尝试之后,同样没有能成功到达坡底 最终选择了放弃 三菱帕杰罗,应该是这几款车型中实力最强的车型 国内越野爱好者非常推崇的一款车 在前面的测试中表现的就有些意料之外 而面对终极挑战,同样没能完成 几款车型中,只有哈佛H9挑战成功 当然,本期测试并不一定就能说明哈佛H9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证明了中国制造也同样优秀 给国产品牌一次机会 或许会改变你以往的很多看法